已經兩點鐘了 我們就準時開始 如果有朋友在過程中 如果你有過程中 發覺太快 聽不及 跟不及 等等 就告訴我一聲 我今天發覺鏡頭是有點暗的 因為我這次試了不用串流軟件去做 所以就變了 因為我的電腦可能太舊了 我發覺我搞不電的串流軟件 所以我這次直接就用一些鏡頭去做直播 如果我再轉鏡頭的話 這個直播的連結 我要刪除了 它要重新開始才搞定 所以我就誤誤了 我照樣開始 如果你發覺可能在速度上跟不上 如果你發覺速度上跟不上 你們其實在影片中拉前一點 都可以重新看得翻的 拉前一點可以重新看得翻的 那我就不等了 我就會開始了 不然我們會遲放學的 首先要說一說我們待會要用到的工具 首先我們會用到的工具 包括了我需要你們準備一個陶瓷刀 陶瓷刀是薯粉 戒刀是戒指的 所以你們需要準備一些紙張 準備一些紙張做型版 另外我需要大家準備擦膠 擦膠筆 素描擦膠等等 就是方便做擦的部分 這次用的畫紙就是A5的畫紙 A5的畫紙 它其實比正方形多了少少 所以就會大張少少 如果你是沒有A5的畫紙 如果你沒有A5的畫紙 你們用方形紙都可以的 只不過可能畫作 就可能沒有了下邊少少 還有沒有了上邊少少 如果你沒有長方形的畫紙的話 你是可以用方形的畫紙 只是你們畫作會沒有一點點的天空 還有沒有一點點的海 但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我們需要準備的工具 今天我們的鏡頭可能會暗一點 因為我沒有用到那個串流元件 我沒有用到全流元件 所以可能質素就差少少 好了 準備好工具之後 好了 也都需要大家準備一些筷子 需要你們準備一些筷子 那你們可以拿些廢紙去做都可以的 可以拿些廢紙去做都可以的 好了 另外 另外 也都需要大家 可以準備定木顏色筆 木顏色筆 色筆 我需要你們準備色筆 那麼水溶性的木顏色筆就可以了 其實水溶性的木顏色筆就可以了 好了 如果大家在過程裡面 你們在過程裡面做得太快了 跟不上的話 好了 如果發覺太快跟不上的話 其實影片拉前一點就已經可以看的了 好 另外 我這裡有本寶的 這裡我會有一本筆記本 這本筆記本是我把顏色會寫下來 我會將我用的顏色寫下來 可能鏡頭看上去可能會有些暗 好了 如果發覺顏色不太能看到 那你就試試看你選擇的顏色去做就可以了 好了 如果都可以的話 如果你們都可以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我們的直播了 好了 那就會開始我們今天的畫作 好了 在我們今天的畫作畫之前 我需要大家準備一張廢紙 需要準備一張廢紙 好了 那這張廢紙是做什麼呢 那我要隔著 那我要隔著天空和地下的部分 我們會先做一個天空的 我們會先做這個天空 好了 那天空呢 我們是建了多少的地方呢 其實我這個就是隨意的 好了 當時我說是隨意的 我們天地的那個比例 我是隨意去分割 好了 那我大約呢 大約如果我跟回我原畫的話呢 那我大概呢 其實我就是 九仙左右的海洋 九仙是那個海洋 然後剩下來的就是天空 但是我覺得你們大概就可以了 好了 那可以先切一切個影板 去遮住個海面先 先踢一下你們的顯板 去遮擋這個海洋的部分 我們會先做這個天空 好了 那我們會先做這個天空 好 如果你們都ok的話 我們會用到一個底色 好了 我們會先上大衣色 好了 那這個天空的大衣色 天空的底色 我們會先上個 l4e的米黃色 亮白白白白白色 然後才有過去 我們會bit 我們會先上這個041的米黃色 來 然後 aqui 跟我說 那這個米黃色 我們會使用這個 我們會幫這個 olacak 幫這個天空做一個底色 那如果大家没有A5画纸 如果没有A5画纸的话 你们可以用这个翻线的画纸也是可以的 用方形纸是可以的 那可能就自己预一预 究竟是天空和海的部分想怎样去分呢 你可以直接分一下天空还有海人的比例是多少 041的米黄色,041的米黄色 我们打圈圈上米黄色的底色 那我们就可以上米黄色的底色了 好,米黄色的底色,041的米黄色 我们先帮天空打一个底色 那大概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米黄色大概就可以了 不用说要上的很实色 不用说要上的很实色的 但是我都会看到少少的迷黄色 整体会看到少少的迷黄色 好,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会拿个036的黄色 黄色,036的黄色,黄色 这个黄色我们会落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天空 因为这个天空是一个 类似黄昏的天空 类似黄昏的天空 黄昏通常只有几种色 一是橙色,一是红色,一是粉红色 当然啦,有些黄昏是有点紫红色 或者是蓝色 所以我们这个天空也是黄昏 所以我就会橙橙粉粉的效果 因为是黄昏的时间吧 所以我会选择一些 比较梦幻一点的颜色去做 我会选一个主还有一个粉红色 系列的那个天空 我那个036的淺橙色 那我呢,会怎样上呢? 那其实我就不是整个下半部分想的 那我呢,随意选择一些地方 我会选择一些地方 但是不要太高 但是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那我就会在中间以下的地方 中间或一下的地方 我就会加这个036的淺橙色 那么随意就可以了 随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有上粉的地方 打圈圈推一下你们的这个颜色 好了,我们可以打圈圈一下 打圈圈 去上这个的淺橙色 你会看见我这个淺橙色 不是整个去上的 不是整个去上的 我是有粉的地方 我先会上了 那你们可以先上了一个淺橙色 淺橙色 036的淺橙色 好了,那因为刚才说呢 我注意的天空 慢慢去变回一个粉色 那所以呢 我就要慢慢去加些的粉红色上去 好了,那首先呢 我会加的粉红色 首先我会加的那个粉红色 就是028 028 028的淺粉红色 好了,因为我用过是樱花牌 所以我的数字是按樱花牌的那些颜色去说的 028色 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淺的粉红色就可以了 好了,那028的淺粉红色 那我们会想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淺的粉红色 我会上在下半部分的地方 我会落在下半部分的地方 好,下半部分就跌回下半部分的地方 好了,那我们呢 就会落一个028的淺粉红色 那这个淺粉红色呢 我们落好了的话 我们手指按住这个淺粉红色 好了,那打圈圈,打圈圈去推色 好,你会发现我加了这个淺的粉红色之后 它会看上去会很温柔 好了,看上去呢 颜色温柔了的哦 那因为呢 有个淺橙色啦 有个淺的粉红色啦 那所以加了下去之后呢 那就变得温柔了啦 那这个就是加了淺粉红色的 再接下来 那接下来呢 我会再加点颜色上去的 那我会加什么颜色呢 我会加个呢 121的淺紫色哈 那大家五个哈 121的淺紫色哈 还有淺的紫色哈 还有这个013的淺红色哈 013的淺红色哈 那我会加了两个颜色上去 那让那天空里有小小紫紫的色的效果啦 加上去 看上去有一点点紫色的效果哈 小小紫色的效果哈 那我会有两个淺的紫色哈 偏紫色浅色一点的那个颜色 加上去 好 我们首先加的是那个121 那首先呢 我们会加这个121的淺紫色哈 121的淺紫色哈 那所以呢 这个121的淺紫色 那我们会落在哪里呢 我会整个的底底这个位置哈 我会在整个指甸底的部分哈 底的部分去加这个121 好 整个部分哈 整个部分哈 整个部分呢 我会加个121色喔 好了 那加好了121之后呢 手指仔 按住121色 那我们呢 就这样 好了 好了 这样 打圈圈左右左右去推色 好 你发现我加了这个121之后 好了 发现我加了这个121之后呢 好了 整个底底呢 都有一些小小紫紫色哈 小小紫紫色的效果哈 但是还不足够哈 但是呢 我觉得不太足够喔 那所以跟着下来呢 我就会加一个013的桃红色哈 013的桃红色哈 我会再加这个013的桃红色 好了 那桃红色呢 我主力加在中间的这些位置呢 我主要是加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好 然后我就按着这个013色啊 然后我就按着这个013色啊 我们打圈圈还有向左右左右推色哈 我们呢 打圈圈呢 再加上呢 左右左右推色哈 好 你可以看到 呃 这个 粉红色呀 哈哈 在这里有一点 紫 小小的紫色的效果哈 它会看到 好像有少少紫色的效果哈 好 那如果你发觉呢 有多余的粉 可以等一等哈 如果你发现有多余的粉 可以等一下 但不要用这个 呃 呃 那个化妆手哈 不要用过化妆手了哈 不要用化妆手了哈 不要用化妆手了 我们呢 只是这样 呃等一等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是天空的部分哈 再高小小呢 蓝蓝地色天空的部分 那这个天空部分呢 我会首先加一个 089的浅蓝色哈 089的浅蓝色哈 089的浅蓝色 啊 089的浅蓝色 好了 那这个浅蓝色呢 我就是想做到呢 那下面呢 有少少黄黄橙的效果 黄粉粉 呃 呃 呃 橙橙的效果呢 那但是上半部分呢 原来它还是很光 就是很日头的感觉哈 好像 还是蓝天白云的效果 但是它已经黄昏了 但是我会加一点的蓝色给它 好了 那这个的蓝色呢 我就会选一个 089的浅蓝色 方便推色的关系呢 我会把画纸倒一倒转 我会把画纸倒转一下 然后 089的浅蓝色哈 089的浅蓝色呢 我就会落在这个的 呃 呃 现在我倒转了啦 就会落在底底这个部分 好了 那各位五安了哈 好了 那因为我准时开始就 呃 呃 走到的同学仔 是啦 嗯 他们要等了 是啦 所以我一定会整时开始的 好了 如果呢 跟不及的朋友仔呢 可以拉前一点 哈 你们可以 呃 跟不及的话 啊 可以把这个影片拉前一点去看一下 我现在上的是089哈 089的浅蓝色哈 089的浅蓝色哈 因为方便推色的关系 我把画纸倒转了 然后就是我按着这些粉 打圈圈 打圈圈 然后慢慢的线上推 好了 然后慢慢的很想推色 好 有一点点的蓝色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哈 但是我觉得还没够我 我加多一层下 089的浅蓝色 我呢 继续会加下去呢 这个顶顶的位置 我会继续加在这个呃 胶子边的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打圈圈 打圈圈 打圈圈 去推这个颜色 好了 好了 那么大家呢 可以等一等点粉粉呢 哈 可以抖一下你们的粉 好了 这个影片我会看一下情况去 呃 可以不可以爆料 是啊 那我可能会看看情况 是否会保留 因为我怕画质太差 是啊 画质太差 我就可能画完就算的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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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假如大家都OK的 那些画质都看得到的 那我就会保留了 是啊 那我呢 跟着下来呢 就会继续加这个090的蓝色 我会继续加这个090的蓝色 我会继续加这个090的蓝色 那090的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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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会继续加在这个090的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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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倒转了一张画质 那现在变成了第一个部分 就是近胶子边这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倒转了一张画质 那我就会加在这个位置 那我就会加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打圈圈 打圈圈 向上推色 但是我推的时候 但是我推的时候呢 我不会推到很高的位置的 你会见到呢 我以前推到刚才 这里有没有推到个淺蓝色的 但是呢 我这个090 只是推到这个位置 我就会停的了 但是我这个090推的颜色的部分 可能不会很高 不会高过这个089色 那就不会高过这个089色了 还有就是这个111的蓝色 还有呢 就是这个111的蓝色 111的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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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蓝色呢 就比刚才的蓝色去深色一点的 这个111比刚才的蓝色会深色一点 所以我不会加在全部地的地方 只会加在左边 左边 还有右边 然后就是由左边慢慢线上推 还有右边慢慢线上推 还有右边慢慢线上推 好了 那见不见到我推的蓝色呢 这个111的蓝色 好了 那么左下角 右下角向上推 那因为呢 我的重点颜色是粉红色 就不是蓝色 好了 所以呢 我这个深蓝色就是加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个深蓝色下一点就可以了 倒一下粉 好把那个画质 可以反过来吧 哈哈哈 放回一个正确的位置 好了 那么跟着下来呢 蓝色不用放回去 蓝色不用放回去 因为我们会继续再用 这个111的蓝色 这个111的蓝色 我们呢 还会在这个天空 比较蓝色的天空里面 加一点 看上去的蓝色呢 就不是很红尘的 看上去不平均的蓝天 所以我会再加一点的111色怎么加 我会随意再有蓝色的部分 削一点的粉 那就会削一点的111色 然后我会用我的手指 慢慢在这个有加粉的地方 慢慢打圈圈 看见这个不平均的蓝色出现了吗 那我呢 要做到这个蓝色的天空呢 不是很平均 很平均 我会随意的 在蓝色的天空部分 加一点点的111色 然后就是打圈圈 去推一下它的颜色 然后呢 就推一下它的颜色 好了 我想做到呢 我想做到这个天空 并不均匀 我想做到不是很平均 不很平均 如果不是呢 天空太均匀呢 好像有些少假 我随意的 我随意的 其实我随意的 在蓝色的部分 有蓝色的部分 先不这样做 在蓝色的部分才这样做 好 你们都做好这个天空了吗 你们都做好了呢 这个最基本 最基本的天空的设计 那如果跟不上的话 如果你们跟不上这个速度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影片拉前一点去看 可以拉前一点去看 那今天的画质可能会差一点 那么最能力看 好了 好了 因为跟着下来呢 我们画云的部分 我们会画圆的部分 那么今次的云呢 我就不会用形板的 我今天的圆不会画显板 那么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跟着下来的云呢 其实我们是会用你们的手指去画的 可以用英文的手指去画 那手指怎么画呢 那就看你自己了 好了 好了 首先呢 我们就会拿个028的浅粉红色 我们首先会拿这个028的浅粉红色 好了 那么这个浅粉红色做什么呢 这个浅粉红色呢 我们会先做一做呢 这个浅粉红色呢 这个云的浅的部分 好 等一下 先弄近一点点 好 我们首先拿这个028色 好了 那028色呢 那028色呢 我们要做云 那云就是呢 这个天空后边的那堆云 就是天空这些云 好了 那所以这些云呢 我们会先拿个028色 预一预个位置先的 我们先用这个028的粉红色 去预一下你们的位置 那首先啊 我们这里呢 有片矮一点的云呢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会在这边的位置 削一些佛 好 然后我会觉得 这里的云高一点吧 我就在这里 削 在高一点的地方 去削一下 削一下这个粉红色 还有吧 就是在这里 我觉得那些云 可以再矮一点点 可以再矮一点点 好 你们大家看一下 你们的云是怎样的位置 好了 好了 可以先呢 预一预你们的云呢 是怎样的位置呢 是的 那我们这个的云呢 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手指去做推色的 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手指去推这个颜色 好了 用到手指去做推色的 那当然呢 云呢它是一颗一颗一颗的 是的 所以呢 我们都会用到小指去推色的 那但是呢 小指都未必是云那么幽哦 那所以呢 我们在之前呢 都提醒大家呢 要准备到棉花盆的 会准备一下你们的棉花瓣 那在一些云的边 比较小的云边 我们先会用棉花盆去做点点的 好 你们的那个零八九 零八九都烧 烧 烧好 你们要放在云的位置了吗 好了 那我们这个云呢 要做几个层次了 那所以等一下呢 我会上几种的颜色 去做那片圆 好了 首先 好了 削好粉之后 首先你们削好粉之后 我们先用我们的石子吧 我们先用我们的石子仔 好了 那么我推一推呢 玩个位置哦 例如我这里有些粉呢 那我就大概 按住个粉粉 我大概是按着这些粉 打圈圈 预一下它的位置 我这个可以矮一点的 然后这是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慢慢的 这边有一些比较高的云 如果你说啊 我的粉红色很高 可能会覆盖在这个蓝色的上面 没关系 直接覆盖吧 但是如果你们的手 有覆盖到在蓝色上面 你发现你们的手指会 占了一点蓝色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把你们的手指擦干净 然后再用它来推色 不是的话 那个蓝色会弄到下面 那么要抹光整个手指 如果你推色 推到蓝色那里 先预一下你们的那些圆的位置 推多了也没关系 如果你不想推大了也没关系 因为呢 我们这个的浅粉红色 因为这个浅粉红色 我只是在预计一下那个位置 然后那些圆的颜色 不是这个089的粉红色 我现在用一个粉红色 预计一下位置 好 预好之后 对下 又用化妆手 千万不要用化妆手 那等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就拿这个014的粉红色 接下来就拿这个014的粉红色 接下来就拿这个014的粉红色 好 这个粉红色干嘛 这个粉红色呢 我们呢 要帮这个云做小小的层次 我们会帮这个云做一点点的层次 做小小的层次 那首先呢 我们这些云呢 可能大概有三四层左右 有三到四层 那三四层都会用手指去做的 那为什么去分辨那些层数呢 那我们就会用一些颜色去分辨 那我们呢 先会拿一个014的粉红色 首先会拿这个014的粉红色 如果你说呢 我怕呢 等下削粉的时候 那个粉红色 那会不需要削多了 或者是削歪了 令到等下要灯粉浪费的话呢 你可以准备一个的调色盘 是的 那先削一削个014的粉红色下去先 好 然后就是用你们的小指吧 可以用这个小指呢 好了 然后去推这个第二层的云的位置 推这个第二层云的位置 好 ok的话 我们的小指点一下 这个014的粉红色 好 然后就是看一下左边的云哈 我们左边的云第二层在这边吧 在他一半的位置 我会在这边 打圈圈 推一下第二层的云 不用太多粉 不用说做到很多粉的 我宁愿呢 你发觉哎 好浅色哦 等一下再加 都不要一次过太深色 好难搞 好 我在这里放了第二层云 你们看见吗 你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然后我就 把这个下面也点一下 推一下这个014 看见有两层出现吗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但是在上面这一片圆哈 但是呢 在第一层的云里边呢 它很单调哦 我的颜色 好了 所以呢 我依然都会加少少的014色哈 我依然会选择加一点点的 014的颜色 好了 那014呢 都帮第一层的云呢 好了 再做一点的层次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这里呢 就看到第二层了 是吧 那这个呢 第一层呢 你会看到很平面的 那我想在第一层里边的边 首先在边边的 那我就轻轻拿个014色哈 轻轻的拿这个014的颜色 在它的边边 边边的位置 推一下这个014 如果你觉得你的手指太粗了 怎么办 不要紧 直接上吧 因为等一下我会慢慢去用棉花瓣 把它的那个细节做出来 是的 那因为我们等一下都会用棉花盘 用个细节 将细节做出来 那先做了 第一层的云里边都有少少的层次性哈 啊 会有一点点的难度 但是是一个学习吧 那我们就当一个练习 一个学习呢 看见这个第一层的云也是有它的那个层次吗 那我说到一次哈 那我们组好着来 第二层的云哈 第二层的云之后 你会发现啊 第一层的颜色好像太单调了是吧 所以我会用我的手指点一点一点点的零一色哈 点小小的零一色 然后还得一层的弯弯哈 在第一层云的那个边边的位置 再用手指推一下 然后推完这边了 这边也加一点点啊 不用把这个零一色线下去推色 而是在边边加色就可以了 因为我要做的是层次 好了 因为我走的层次 没给你填颜色哈 不需要你填颜色啊 好 这个 这边的云好吗 好了 那么最左手边的网 都ok了 好 左边这个ok的话 我们做中间的吧 我们就做中间第二层的网细哈 我们做中间第二层的云 好 如果你说啊 我跟不上呀 怎么办 如果你发觉跟不上的 不要紧 好了 停一停 或者把个片拉前一点点 那你就可以看回刚才那个进度的 好了 那么第二层的网哈 第二层的云哈 这个你就会在中间 比较高一点点的 那个地方呢 会一个比较高一点的云 你会发现这个高一点的云 如果只把这个高分两层 就是很奇怪呀 所以这这对云会有四五层 好了 然后我们的第二层可以上面有第二层 下面也有第二层 怎么说呢 我们先看看上面吧 好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呢 我刚才推这个云呢 这个构造呢 好像上面有额外一构 下面都可以分开一构 好了 当你发觉呢 可以这样分开两构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两构当是一构云那样 是的 这里围之一构 下面这里围之一构 那它做推式 那首先我们推上边先的 那一样哈 点点一个014的粉红色哈 点一下这个014的粉红色 然后在第一朵的云哈 我们把它插成两朵 这边我们去打圈圈 做这个第二层 高一点吧 这个第二层 像这样看见吗 这是第二朵 第二朵云的上半部分的第二层 然后就是说 如果第一层就这样会很单调呀 所以在用刚才的方法 点一点的014 然后在那个边边哈 这还有一个冰冰额斗 再推一下这个014 看见那个层次吗 这个014如果是第二层的话 你可以慢慢下面加一点点的粉 也是没关系的 加一点都不怕的 好上面哈 上面的那两层我做了 但是下面我也想做两层 好了那下面呢 我都想做两层 那一样呢 那么就选个位置 好像是第一层云那样 在另一边呢 就做第二层闻我 啊 014的那个黄色 那个粉红色 然后我这边的第二层 就在由这边开始吧 好 014 这个黄色 ok ok sorry Chapter comes 看见那个两层的分别吗,这边第一层第二层第一层第二层 然后就是我们在圆盒圆中间这些,你可以稍微点一下这个014的颜色 因为下边的云是会比上边的云,那你都可以加一点的014色 在云和云之间那个连接位,那我们再加一点的014色 再加一点点的014的那个粉红色 在圆盒圆之间 还有这边也是,在圆盒圆之间 左边中间都做好第二层之后,我们做第三朵云的第二层 好了,我们可以看见我这朵云会有一点高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跟第一层云一样 你可以跟最左边的云一样,分第一层第二层 也都可以试一下挑战难度,在右边的云呢 好了,当这个是拆开一块,有一层两层 下面又拆开一块,有一层两层都可以 那你看看哪一个云的方式,你会方便少少呢 好,一样,领益室的那个粉红色 我们会在第二层的部分 我会在这边做第一层第二层,然后第一层第二层 那我打算在右边的云呢 好了,都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一层第二层的去做 第一层因为不想单调 可以边边加少少的014的粉红色 如果不想太单调,这个第一层 我会加一点点的014 下面也是哦,下面就是第一层,下面有一个第二层 我会加一点点的014 僅数无论 带来也泪 多说 看见这个层次吗 是不是大概都看到第一层和第二层呢 那我们先做了这个云的层次性 先做好这个云的层次 第二层 还有第一层 那我们只有做好一、二层之后呢 那你会见到可能你会有机会弄了少少个零一四式的 你会发现你可能有一点点的零一式剩下来 不要紧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棉花瓣 再继续帮这些云加一些的 detail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014再加一个 detail 那我继续为加低的 detail位呢 好 我们如果都做好这个云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拿粉红色 我会拿这个013的头红色 拿掉一个013的头红色 013的头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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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第三层的混合 我会用这个头红色 去做这个第三层 第三层的颜色的那些圆 那我们的头红色一样 如果你说我怕削粉的时候 不是太过精准 那你们可以将这个头红色 削到你们的调色盘里面 我们等下用的这些颜色 如果有粉 剩下来的话 也是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很多的细节 细节的位置要画 因为接下来 我们有很多细节的位置画了 所以削了些粉就不怕的 剩下来的粉是不用担心的 接下来我们是用013的头红色 接下来我们会用到013的头红色 这个头红色会做些什么呢 其实头红色有两种功能 头红色有两种作用 第一种作用就是加强第二层 就是加强了第二层 就像第一层那样 会加少少014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就像好像第一层一样 我们会加一点014一样 所以我们第二层也会加一点的013色 好了 那么第一种的作用就是加强第二层 好了 那么第一个作用呢 刚才说了 它是第三层的纹呢 它是我们第三层的云 好了 那么纹的层次好多的 我们云的层次很多 所以我们会用到不同的颜色 去做这些层次 做这些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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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层的云 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二层的吧 你们认得出你们第二层是哪些的云 那你们是不是都认得出你们第二层的云 在哪呢 只要认得出的话 手指 我就会拿个石子 点一个的013色 013色 点这个013的颜色 好 我们会在第二层的那个边边 加一点点 加一点点的013色 我们 我们会在第二层的边边位 加一点的这个013色 不用太深色就可以了 有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稍微调皮一点 加一点点上去 那你想这些云层次多一点 你可以调皮少少 点点少少的 涂红色在上边少少 好了 好了 跟着呢 左边我就加了 在第二层的云 加了点涂红色 那刚才说呢 我会有第三层的 我会有第三层 所以我会用到这个013色 去看一下你们的第三层是怎样做 我就在这边加第三层吧 好 看见我的云有三层的效果吗 第一层第二层还有第三层 第三层的颜色会再深色一点的 哈 我们第三层的颜色呢 是会再深色一点的 好 再跟着呢 我们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呢 刚才说呢 在第二层的边边 再加一点的013色 有就可以了 好 这个第二层吧 好 我在这个第二层也加一点点的 013色 好 我们再做第三层哈 我再做第三层呢 那我预计就是下边这个位置 是第三层呢 好 好 我再做 顺便做到右手边吧 哈 这个第三层 好 然后就是在第二层的那个边边哈 加一点的013色 是的 好 好 第三层就是这样,你会发觉用手指加这些云之后层次会显暗一点 你们先做了这个第三层,你们都摸一下画面看得清不清楚 因为这次的直播我没有用到串流软件,所以画质会差一点点 你们看看那个颜色会不会看得清楚 因为我的画面的话,因为我的画面和你们不同 我看到画面是我整幅画倒转了,不知为什么 所以我自己都不确定你们看出来的效果是如何 所以你们之后再告诉我,我可能就会决定视频是否保存 可能我会在画完之后看你们看这个质素好不好 不太好的话,我可能不保留了 因为太肉酸我就不留了,以免后悔 大家先做好第三层,你们先做好第三层 如果你说我的手指很粗啊,我的手指很粗啊 画出来不漂亮啊,不要紧,因为等一下你们剩下的粉 我们会用到棉花瓣,我会用到棉花盆 我会逐一逐秩集 pompous 我们会逐度远,去做这个 detail的位置 因为这幅画看上去就好像很简单了 但实际上它细节都比较多 它的细节会比较多 所以会花时间去做这些细节的部分 那么它细节会比较多了 所以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因为细节多了,所以花的时间都会比较多的 预算影片大概两个半小时,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去到四点半左右 第三层的缘,你们都ok了吗? 如果你发现我的粉很多,你可以读一下,不要用化妆手 记得不要用化妆手,不要用化妆手 然后我们会继续加颜色 继续加颜色,顺色一点 137的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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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粉红色会深色一点的 会深色一点的,比较深的颜色 这个深色的粉红色,我们会做第四层 我们会做第四层的那个圆 其实说,与其说是第四层,不如说是加深一点的那些圆 在某些位置加深色一点的粉红色 那我们拿这个是137的粉红色 我们现在拿的是137的粉红色 这个粉红色可以深色一点的,会深色一点的 那一样,你可以先将这个粉红色 是的,雪粉在你们的调色里面 或者一些不要的废红色里面 因为这次这幅画我没有映板 因为这次的画作我没有映板 所以有很多的做的部分是要直接上色 为了让大家看上去干净一点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调色盘 是的,那我用其他的水彩的调色盘 可以拿出来的,是的 137的粉红色,深色一点的粉红色 137的那个粉红色 好,这个粉红色怎么做 你们会看见你们第三层的圆吗 好了,你们见到自己第三层的圆吗 你们看见你们第三层的圆吗 我们会在你们第三层的圆上面 再加一点点的137 先在第三层的圆里面加一点的137 我这个是第三层的,手指点粉137 手指点粉137 然后就是我们在第三层的圆 那个边边,那个边边的 不用太深色,只是加上去就可以了 加上去就可以了 去加一点点的137色 你也可以调皮一点,加一点点的137在上面 一点点的地方 你可以特别令到那些雲再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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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 你也可以轻轻加一点的粉上去 看见到吗 是不是很粒粒粒粒的感觉 可以随之去加一点点的137 可以随之去加一点点的137 在第三层的圆那些边边可以加一点点的137的粉 在第三层的圆那些边边可以加一点点的137的粉 也可以在上面加一点点的137 也可以在上面加一点点的137 看上去那些云的那个层次会多一点 然后就是说第三层的那个圆都加了一点点的137之后 在第三层的圆都加了137之后 我们试一下底里找到最深色的部分 我们试试一下 在底的部分 这些圆底的部分 找一些比较纯色的地方 例如我想这多圆 我想在左边这个圆里面 可能有某个圆呢 这个底其实是很深色的 这个圆是凸了出来的 所以我就可以拿一个137色 我会转一转一张画字 在底底这个位置 加这个137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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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我想看上去 这个云好像是凸了出来的感觉 想看出来是凸出来的感觉 所以我会在这个底的部分 加一点点的137色 好 好 我想在这个底的部分 这个第二朵的云的底的部分 深色一点 所以我在这个底 所以我在这个底 再加这个137色 再加这个137色 这边我就不 就是在右下角加一点点137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都OK吗 你看到呢 我在这个底底这个位置 再加了 加多一点的137色 那看上去呢 那些云就 凸凸凸凸的感觉就出来了 好 这个是第四种的颜色 做第四种 第四个层次的云 好了 这样 加多一点的层次出来 好了 一样 如果有剩粉的 如果你们有剩下的粉 不要丢掉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到这些粉 去做这些 圆的那些细条 我们会用它来做坏的 一些细节 我们会用它做一个细节 的位置 所以不要丢掉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圆好粉红 但是我们的圆上有一点点的紫色 但是呢 我又想个云加多一点点的紫色 那这个紫色呢 我们怎么加呢 那我就不会直接加紫色的了 而是呢 我会选择呢 就是加个108的蓝色 108的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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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那我会加少少个108的蓝色 那就去做一个 再深色一点的位置 然后呢 加了下去了 那就会有少少纸纸的色的效果 所以我就会选这个108色 我会选择这个108的颜色 先做好四层纹丝 先做好你们四层的圆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108的颜色 再拿一个108的蓝色 再拿一个108的蓝色 那我们会在纹比较深色的地方 再加个蓝色 好这个108 我们怎么加 好这个108色 我们怎么加呢 好这个108色 我就会选择 在特别深色的位置 就加进去 那因为呢 我用这个的蓝色 不多 因为我用这个蓝色 不太多 地方不用太多 所以我不会消分 在调色盘里面 我就不会削粉在调色盘里面 我就不会削粉在调色盘里面 我就会直接削到画纸里面 我会直接削粉在画纸上面 我会直接削粉在画纸上面 我会直接削粉在画纸上边 好了 那大家先做好了 天空那四层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拿一个108色 那108色呢 我们会在哪里 你们看见 你们刚才下的第四种颜色吗 好了 记不记得自己 用137的那四种颜色 好了 那我们主要都是137的附近 我们只要在137的附近 或者在它的上面去加一点点的蓝色 例如是怎么呢 就是说我左边的这朵鱼 我在进地面的这个位置 我想暗一点 我想暗小小 那暗小小点 就是108色 海桃星的137上边 在刚才的137上面 我们用我们的小纸吧 然后就是慢慢的轻轻的 然后就是打圈圈加上去 你们看见这个蓝色变成一点点的紫色吗 好了 没有没有见到呢 它开始变成了紫色 好了 我有这个效果 轻轻的 你们的手要轻轻的 不用很大力去打圈圈 而是轻轻的打一个圈圈 然后我想这边是暗一点的 所以我会在这边加一点点的108色 然后也是一样 我用我的小纸 我用我的小纸 轻轻 轻轻的 加一个云 你会发现你这个云变了一些 一点点的紫色 好了 给它少少挤一下 好了 这个第四种的颜色 我会在这边加一点点的深色 紫色的效果 所以我在这边削了一点点的蓝色 好 然后慢慢的推 我在这边也加一点点的深蓝色吧 然后就是加粉之后 我们轻轻的推 很轻 好轻哦 很温柔的 你们用自己温柔的那种力度去轻轻的打圈圈吧 你轻轻给我打个圈圈呢 还有这边也是哦 我这个底会比较深色一点 所以我会在这个右下角的位置去加这个1084哈 我会从你轻轻轻轻轻真木工 查看的 我也不会搞到黄色的也跟我提出 所以你看见我的那些紫色都是偏在下面的部分 你会看到我的紫色多数在下面的部分 当然你会说不是我会发现我想在上面加一点点的紫色 没关系你可以用你们手指剩下的那个蓝色再轻轻的推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上面都有些紫色效果 那你用你的骚髒手在上面抖抖抖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会在上面加粉的 我自己就不会在上面加粉 因为我已经加了下去之后 整个光感就不协调了 整个光感就不会太协调 所以我会很少在上面加 我只是在下半部分加色 先做好你们这个圆的基本 基本的圆 先做好这些基本的圆 好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拿棉花盆 接下来我们会用到棉花瓣 如果你说真的跟不上怎么办 如果跟不到就不要紧了 好了 把影片拉前一点就可以再看 或者停一停 好了 那你搞定了你就按继续就可以了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好了 我们先在这个圆的那个边边去做一些的 低调 做一些的小细节 好了 那我们会用的粉 那包括了 用刚才做了的 014 剩下的那些粉 会用刚才剩下的粉 去做这些细节 014 013 137 等等 我们会用刚才的粉 粉去做 用棉花盆 一个头 一种颜色 我们一个头 用一种颜色 因为我们可能会重复去用 好 首先我会用到这个 棉花瓣去点这个014 我会点一个014 好了 那刚才说 那我们一开始是想018 我们刚才一开始是028 但是028只是一个底色 所以我不会加028 而是直接点这个014 然后在第一层 好了 在第一层的弯的位置 那边边位置 好了 我们呢 拿个棉花盆 我们会用一个棉花瓣 在它的边边 做一些 凹凸不平的效果 凹凸不平 好了 做一些的 不平的效果 好了 好 你可以有一些高高低低 还有有一些凹凸 不要太大力 不用太用力 好了 不用太大力去点的 好了 而是呢 我会先呢 轻轻的一样呢 去点了那些凹凸不平的效果 我们在刚才 最上最顶的那些圆 最高的那些圆 的那个边边 轻轻的去做一些凹凸不平的那些圆 不用太用力 不用太用力 不用太用力的 好了 还有就是这些圆 不一定在这个边边出现 你可以它有一点点的粉红色突出来的 你可以有些红色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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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些红色突出来的 看见这个边边 我用这个棉花瓣去把它做出来的那个凹凸的效果 不用弄到像狗的爪 你可以在它们的里面去点一下粉红色 看上去那个圆会有一点小的在里面 看出这些不均匀的效果吗 刚才说到这边可以有些粉红色 你可以有一点点的匀 用这个粉红色去点一点出来 这左边OK的话 我们就做这个中间吧 继续014 继续我们拿个014色 那我们在边边的位置 那有机会呢 如果我们的棉花盘点了蓝色之后呢 它可能会点了蓝色的 如果你们在点蓝色天空的部分 连了一点的蓝色 你们的棉花瓣可能会有一点蓝色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你们点下面的时候就要撞另一个头 再点了蓝色 如果你发现你点的时候太用力了 你就可以用你们的手指 再轻轻推一下 它就会不用那么明显 跟墨子有没有那么明显的了 因为我刚才的那个棉花瓣的头 有一点点的蓝色 所以我转一下那个头吧 除了在边边之外 刚才也说了 你可以在里面再点一下这个014的颜色 看上去好像那个云 有一点点的效果在云的里面发生 看见吗 在里面的 在里面的 我们这个014主要是 点在刚才第一层圆的那个边边 我们主要是 推在第一层云的那个边边呢 好 然后做好第二层 第二朵的大云之后 我们做第三朵的大云 刚才说可以有一点点的云是 飞出来的 你可以有CCD1 是飞了去了已经 如果你们有剩下的粉 你也可以选择在下面层的那个边边去点一下 然后之后我们再拿深色的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发现有些014色 剩下很多粉 其实你也可以在下面那些 不同 就是比较深色的层次 那些云的边边 可以再点一点点的014色 对了 那才到最后再加一些深色 对了 如果你说不是 对了 因为我现在就刚刚很用尽了 对了 那我就刚刚好 我想做那个效果 那就可以照这样的效果 那我现在做的是014色 我现在做的是用014的颜色 去做这个第一层圆的那个边边的效果 那我刚刚用的是用014的颜色去做第一层云 就是最顶顶的那些云呢 那些边边的效果 因为我们做好第一层之后 我们会做第二层 第二层就是那个0134 第二层 就是第二层的颜色 我们会用013色 在第二层的云的那些边边 那里边也是的 那里边 那如果它有突出一点点外边的话 那我们都会用到这个0134 我们会用到这个0134 去做那个边边的那个 detail的效果 那先做了第一层 我们先做好第一层 好,你们加油 那如果想做得漂亮呢 那时间上就会多一点的 那当我们做好了第一层云 第二层的云 我们上的这个0134 我用的力度会比刚才的力度 会多一点点 会多一点的 原因是呢 因为它现在呢 在里边上色啦 如果看转手的话呢 那这样一顿一顿就没有了 那所以呢 我就会用小小的力度 那这样就转一转的棉花棒啦 然后呢 做里边 是啦 边边的效果 就是做里面的效果 就是做里面的效果 那边边 那边边 那边不太够仔细的话 你可以用用棉花棒去做也是可以哈 如果你发觉你自己觉得 不容易去太过抽我的棉花棒 那你可以选择 拿个 有棉花棒去订得的 我们只需要做在第二层云的那个边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做第二层云的那个0134 会发现它用点的方式 有一点点的力度在点的方式会很明显 所以你们做好之后也可以用你们的手指 在它刚才上颜色的那个边边 我们再打圈圈推一下 把那个感觉哈 把那个颜色的感觉会做得再油画一点 不会太硬的效果哈 看上去呢 就没有像眼崩崩的效果啦 就好像很多粒顶顶顶下去的效果呢 所以我们会用到手指后搬满一下 我现在做中间的那朵云吧 在那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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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按好做之后,我就会拿一个小手指,再触触边边位,推一下边边的位置 好,继续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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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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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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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